美鳳有約 嗨 大家如何安 在節目當中 有時候跟大家分享料理 但有時候也要跟大家分享 現在旅行什麼 尤其我們現在好多的女生 都好喜歡 小女生們都好喜歡去日本買東西 因為日本就有一些很 很可愛或是說非常吸引你 就很想買的物品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應該買一樣 買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在我們未來的 比如說秋冬可以用得到 或是說有些東西你買下來 其實一直都可以用得到的 什麼一些單品 今天因為在每個禮拜四的時候 明星現在有一個新的節目 叫流行新勢力 就是要跟大家說 現在流行什麼 然後由日本的大師來 然後跟台灣的大師PK 也不是PK 互相交流 所以看我們的節目 在新的節目當中 你就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好 今天先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這新的節目 流行勢力的主持人 瑪姨 大家好 我是瑪姨 很久沒看 好久不見 大家要看新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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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要說自己也不簡單 好 講到這個流行的 這個怎麼樣來搭配 那就很高興 我們大師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李明川 大家好 我是瑪莉桑 你講英文 我講台語 我只會這一句 我也會一句日語 叫做 妳是台語 我愛妳嗎 愛妳 我愛妳 好的 另外這對雙胞胎就是好可愛 永遠就是這麼甜美 那就是 依依還有佩佩 謝謝妳 謝謝妳 好 歡迎 我是雙胞胎的佩佩 謝謝美鳳姐 好可愛 其實他們兩個 穿衣服的感覺 有一點點 你看 就是 感覺上就是 他們穿的其實都是 那這樣條件好 你知道嗎 嘴唇 又皮膚又好 沒有 因為他們兩個 我交手的經驗是這樣 好 你只要說依依這套不好看 他都會告訴你那是佩佩的衣服 對 我們說佩佩這套 但沒有說很適合她 她說 這依依的衣服 對 我們都互相推來推去 已經被李明川老師看破手腳了 對 好 那兩個最好的衣服都可以交換 對 好好喔 對啊 很方便 可是人家會以為我們這樣很方便 但殊不知其實我們上節目或是工作 常常一個人要買兩個一樣的衣服 反而是別人的兩輩 兩輩 所以他一起出現 對 反而是麻煩 對 我們都從來沒有想到 這是一個困擾 真的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如果我有雙胞胎的兒子 或雙胞胎的女兒 爸爸一定想說 兩個都穿一樣 好可愛喔 一定都會瘋狂讓他們穿一樣的衣服 對 對不對 你們現在今天就穿不一樣 對 其實後來漸漸長大 大家都會開始把我們兩個當作 一個是對照組 一個實驗組 然後就是有一樣的衣服 類似的出來他就會說 不然依依穿這種風格 然後佩佩穿這種風格 我們來看看 所以雙胞胎感覺就是很好 拿來當作衣服對照的一個工具 可是兩個型都一樣 穿的衣服造型不同 搭配出來就會不一樣 對 感覺還滿不一樣的 那髮型也很重要 對 髮型也很重要 還有妝也很重要 妝也很重要 你知道像螞蟻新節目 我們去PK跟日本造型師PK 真的PK 沒有 你要抱著PK的心情 所以台灣代表的老師 對 你知道就會類似像這樣的案子 如果說今天出了考題 出了雙胞胎給我們 你知道因為 台灣我們想的時尚跟 日本人想的時尚不一樣 那個出來的火花就不同 不一樣 真的耶 所以我們節目就很好看 就是這個很精采 那我們每次都會請一些 日本的很有名的彩妝師 或者是造型師 還有有名的明星 對 過來台灣 然後在現場 就是現場PK 大改造這樣 對 妳現在好厲害會主持了耶 對 中文進步了一點 進步好多 對啊 因為那時候 跟美鳳姐拍那個民視的愛 對 愛那個時候 我不太會講台語 也不太會講中文 所以就是 很辛苦 那時候比較辛苦 而且那時候在愛 妳是演日本人嗎 演日本人但是要講台語 就是日本人演日本人 演日本人 還是要講台語 對啊 對 然後美鳳姐 很有耐心地教我台語 那妳還記得多少台語 做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吧 那個節目除了 告訴大家一些流行的搭配之外 聽她講話也是一種享受 好可愛 好可愛 別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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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她喜歡的 一些收藏的單品或是什麼 那雙胞胎呢 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妳們喜歡的東西 好啊 我覺得其實女生在冬天 真的是一大挑戰 因為女生要穿得漂亮 要讓別人覺得說 妳是一個很性感的女生 妳可能就是要穿得 稍微看得出來曲線 或是要稍微有一點小露性感 人家才會比較容易注意到 妳要看妳還要性感 對 所以大家有一句話叫做 有一句話叫做 但是我覺得 我一定要推翻這個理念 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其實是有一些小小的 是可以讓妳很漂亮 我今天就要稍微跟大家 介紹一下我帶來的東西 像譬如說 我覺得毛毛的配件 它就是也很重要的 因為它其實 不論是妳可以增加在脖子這邊的話 妳可以讓別人看起來 覺得說妳看起來還是有時尚感 或者是會讓妳覺得 是有增加華麗感的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讓妳增加 身體的溫度的 又有保暖 對 我覺得還有女生 很重要的是一個就是 其實斗篷這一兩年會這麼流行 我是因為覺得它是一個 就是很適合冬天來穿的外套 的原因就是因為很多女生 因為她為了怕冷的時候 就會把自己穿得像熊一樣 但我覺得這樣可能就會失去了 就是線條感 或者是看起來不夠時尚 但是妳知道冬天女生 又希望可以穿得 裡面穿很多衣服的話 妳又不要被別人看穿 其實妳穿很多 斗篷就是一個非常好遮掩的方法 是因為 對 它非常非常地寬 所以妳其實穿進去 妳扣子一扣起來 人家會覺得說 妳穿的衣服是今年流行的 但是別人不知道妳其實裡面 大概塞了有十件了 或是保暖液什麼的 保暖一八二一都可以塞在裡面 線條還滿好看 就不覺得它胖 而且因為它這款 正好它的傘狀散的 比較窄一點點 這邊也是要跟很多觀眾朋友講 很多人講說 斗篷好漂亮 可是要記得妳從腋下到腰間 這個傘狀的位置要小 窄一點 因為妳太大就會看起來 胖胖嗎 胖胖的 再加上它現在選的是 一定要有個格紋 今年秋風這一種格紋 就是有點英國風的 其實是滿流行的 對 其實因為剛剛明川老師 也有講到一點就是 像連斗篷都要注意到 她身材的修飾對不對 就是什麼腰線的地方 那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日系的品牌是比較 適合台灣女生的 是因為他們其實都有注意到 東方女生的身材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要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 不是很了解自己身材的話 其實可以從日本的日系品牌下手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或者是妳就盡可能選一些 譬如說像毛毛的大衣 那妳其實可以增加溫暖度 但是也不會讓別人覺得說 妳怎麼穿這麼多 就是妳真的有這麼冷嗎 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包包外套這個是 都還滿好 在冬天出現的一些單位 對 這是妳的 前面這次包包是妳的 對 我超愛收集手拿包的 超愛 我手拿包超多的 好花力 因為妳知道 到了11 12月份 那個季節 全部都是派對 各種不同的派對 聖誕節 或是什麼的 有的沒有的 尾牙 都是各種要拿包包的時候 所以我就會想說 平常如果大家沒有太多 那一種華麗的衣服的話 其實妳不用花太多的大錢去製妝 其實有時候妳只要一個 妳穿一個素一點的衣服 有時候妳一個 手拿包其實去尾牙或什麼 就不用大包小包的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是 因為它的容量超大的 其實它裡面呢 可以放得下 你塞了什麼東西 尾肌 尾肌 對 因為妳 比如說尾牙 每個公司都有尾牙 妳走公司的星光大道的時候 妳可以美美的進去 但是因為妳開始吃飯的時候 妳會冷 冷靜 冷靜 這時候開始披肩 然後這時候裡面還放了什麼呢 它還放了手機 不一定要的 對 還可以放手機 好厲害 對 然後還有補妝的口紅 對 還有就是妳的飾瓶 有時候妳的飾瓶什麼 都可以塞在裡面 妳也塞太多了吧 對 所以我就想說只要一個 輕巧的手拿包 就可以美美的出血了 這也都是妳收藏的嗎 對 那邊也是 這個又不一樣的 方形的 對 顏色也不錯 或者是有絨布質感 像螞蟻手上那一個 我喜歡螞蟻手上這個 我喜歡螞蟻手上這個 很有氣質 對 很有氣質 就自己想像成貴婦的感覺 真的好棒 好漂亮 然後或者是用這種法式的質感 就是法式蕾絲 對 法式蕾絲 或者是那個 其實現在滿流行這種 就是比較有環保概念的 它是 紙做的 對 然後 紙做的 然後 它防水 然後 所以它是紙做的包包 很輕嗎 很輕 超輕的 超氣勢的嗎 沒有 超氣勢的 它是防水 然後不容易破 所以它可以用很久 而且有畫畫 那是畫畫的 我自己畫的 我自己畫的 妳自己畫的 我自己畫的 妳可以自己創作 可以自己創作 那好玩 那這個無價了 這這無價 對 誰要的 誰要的 誰要的競標 沒有 我覺得沒有人競標 因為它是壓克力顏料 所以我都可以自己改 我自己喜歡的圖案 就如果你今天真的找不出 可以配你衣服的包包 你就可以自己改 現場畫一個 現場 就是如果找不出都可以配的話 就自己畫一個 如果我覺得配配這個手拿包 還是在現在的流行趨勢裡面 除了流行 我覺得實用性滿重要 因為很多媽媽 她們去參加婚禮 當勤務或者是勤嫁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搬那些大膠袍出去 對 其實那個在服裝禮儀上是錯的 你真的當勤務跟搭嫁的時候 穿上那個禮服 你就是要拿這種手拿包彩 你用力 比較貝氣 對 不要用膠袍給別人拿就好了 好 對 搭配衣服就是 要得體得宜 對 今天我們重頭戲來了 也就是說在麻藝的新節目當中 第一集就是李明川老師 是的 跟日本的大師一起PK 現在先PK一下 好 妳怎麼幫她改 換面一下 雙胞胎嗎 是啊 做個造型 當然這個 我們平常在看 比如說今年秋冬的流行元素 一定要先看今年流行什麼顏色 好 掌握顏色 像今年你一定要有的顏色 第一個是像這樣子的 有一點點紫色 又有一點點桃紅色的感覺 眉紅色是 一定要有 而且眉紅色對於修正東方人的膚色 大家都怕看起來黑黑有沒有 都希望皮膚看起來比較透亮 眉紅色就是一個非常好修飾的顏色 今年秋冬一定要有 再來藍色系 今年各種藍 深藍色 淺藍色 像這種有點螢光的 土耳其藍 都在今年秋冬的流行元素裡面 所以你今年 除了眉紅色 藍色也是一個重點 再來如果你想要比較粉嫩可愛 可愛淡薄的話 像這樣的 也是今年秋冬的顏色 這個男生會說不了的顏色 很可愛對不對 對 而且我前陣子才剛去日本玩 所有的架上都是湖水 對 那這種顏色 可能很多人想說我不知道怎麼配 事實上你在搭配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灰色 或者是呢 你最簡單搭配 比如說 對比的顏色 你可以搭配 咖啡色系 它都是可以一個非常 另外一種搭配的元素 所以掌握了顏色之後呢 再來就是流行的風格 今年有兩個重要的流行風格 一個是 每年都有的 但是今年的復古比較不一樣 今年的復古呢 加了甜美的元素 可是甜美 過去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很可愛的感覺 太甜美了 今年的甜美在顏色上 是以黑白色系為主 黑白 甜美 黑白 甜美 老師已經好甜美 特別對不對 真的 老師 所以你看 一樣是黑白色系 我們今年看到的復古的風格 比如說它用對比的這種元素 有條紋加上單色 這樣的長版的大衣 薄的大衣 這是一種甜美的元素 再來呢 真的很甜美 就是像這樣子 可以 你用了這種荷葉嶺 口袋 比較有點50年代 澳大利荷本的感覺 所以今年的甜美 是加了50年代的風格在裡面 今年還流行另外一個風格是 軍裝比較帥氣一點點 軍裝 而且這個軍裝風格呢 包括第一個 顏色 這種均綠色 但是它做了一個 有沒有發現它做了一個 所謂 就是讓尺寸破壞掉 然後比較像蛋型的設計 比較圓一點點 比較圓形 它是一個蛋型的設計 那這種蛋型設計 對於修飾身材來講 女生最在意不是這裡嗎 對 下盤 就用蛋型把它包起來 讓大家不知道原來裡面 臥虎藏龍 老師講話好含蓄喔 好含蓄喔 行為臥虎藏龍 龍飛鳳舞 落沒人知道 對嗎 一樣看起來很瘦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竟然今天要幫他們大改造 剛剛講黑白一定要有對不對 是 對 我就先用黑白色系 但是要創造出 除了有一點點甜美 又有一點點帥氣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呢 我就讓它是完全甜美系 大家印象中很粉嫩的感覺 但是呢 又很有修飾身材的效果 黑白色系 好期待喔 對 好的 那就老師麻煩妳 幫他們改造一下囉 謝謝老師 好 我們來歡迎依依新造型 襪子好酷 這外套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 佩佩 好酷 不一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給她整個送胞胎耶 可是造型就不同 完全不一樣 她很多耶 怎麼可以這麼不一樣 對啊 對 明明這送胞胎 現在感覺 覺得兩個完全是不同各種 好厲害喔 畫面上看起來很像 對 很帥的樣子 對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對 依依跟佩佩 對 她們兩個的造型 我覺得刻意做 比如說大家講說甜美 甜美其實像顏色 你很容易去表現 對 粉嫩的顏色 對 除了粉嫩的顏色之外 就是我剛剛講 像那種蛋型的設計 今年流行這種蛋型設計 就是會讓你變得甜美 你不用刻意說 一定要蝴蝶結啊 一定要卡通圖案啊 有些時候 穿起來 穿個一個不小心 會看起來有點恐怖有沒有 只要用蛋型 就可以讓可愛的元素 表現出來 是 然後我就再幫她加了一些 比較有個性的配件 像她的這個 手環跟項鍊都是稍微 再有個性一點點 就可以讓她在可愛當中 又不會變成只是 就是很少女的感覺 原來不是可愛 就配件還要配可愛 配件要不一樣 對 要不一樣 要把它拉回來平衡一點就對了 是 因為我以往都沒有穿過 就是這麼可愛的顏色 我以往都覺得說 這個顏色好像不是很適合我 可是沒想到其實 也是可以穿出就是 很可愛但是又不會太 像李明川老師說的 太過分的感覺 對啊 就刺青絲襪 襪子 刺青絲襪 對 刺青絲襪 對 其實這從去年就很流行 然後今年呢 我在日本看到很多女生 她把刺青褲襪的元素 有很多種不同的穿法 比如說像她這樣子 單純配這個高跟鞋 另外呢 你可以再配上一個可愛的襪子 穿上那種 像是比如像這樣子的靴子 是 你就加一段可愛的襪子 露出來 或者是泡泡襪 然後加刺青褲襪 很好看 然後另外呢 還有就是把刺青褲襪 你可能再搭配 比如說有亮片 華麗一點的鞋款 一樣就是把有個性跟奢華的元素 組合在一起 另外一個像她這樣子 今天另外一款造型就是 是很有個性 今年流行動物的圖案在身上 比如說老虎 豹 然後獅子等等 然後一樣裡面 有一點點水鑽的元素 有這種 綺綺綺的感覺 然後透視的網狀 是比較龐克一點的感覺 那你如果配上這樣的單品 你如果想要讓它的個性感出來 就配褲子 然後利用對比色系 黑白色系的褲型 但是我幫她搭了一個是 芥末黃的 是因為 在我們這種動物圖案裡面 有很多大地色系 所以你用鞋子來呼應那個大地色系 對 而且我一直覺得 就這種衣服以為穿起來會很中性 但沒想到穿起來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有很女生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衣服很合身 配褲子 這樣曲線還是很明顯 就是有性感的動動的感覺 對 還是 它的性感還是有在 對 然後我又怕太衝 幫它配一個很可愛的 你看那個芥末 對 那是馬駱鎖嗎 沒有 它好像是恐龍 它是恐龍 它是恐龍 對 動物感 其實在今年秋冬 還有另外一個元素 就是各種不同動物的變化 比如說有的還有 比如兔子的形狀 甚至是你可以穿一個 米老鼠 唐老鴨 都是動物的元素 對 其實我發現 老師是不是 其實我們不用太執著於 就是身上只能有一種風格 其實是要有一點點混搭 對不對 好的 學起來 其實在這個配件當中 我們現在看它有一些眼鏡 還有一些飾品 像今年我剛剛講 甜美風裡面 你就可以找這種 蘋果咬一口 你已經吃完了 咬好大口 對 咬好大口 對 咬好大口 這個就是如果說 像螞蟻這樣子 它衣服很花 然後又有一點點 比較稍微成熟優雅的感覺 你就可以加一個像這樣子 有一點點銅趣的項鍊 它又是不同的風格 可愛 然後或者是像是 比如說像剛剛恐龍系列 它還有另外一個 這也是恐龍 這也是恐龍 它是恐龍 只是骨頭的話 只是骨頭的恐龍 像比如說像 依依她穿得比較甜美 剛剛我幫她搭是有個性的 她也可以搭上像這樣子 恐龍系列有沒有 它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也很好看 也很可愛對不對 很清楚的 那個塗層都出來了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 今年的秋冬 還有一個就是 麻衣對這個流行 你個人有沒有 比如說你穿衣服 因為每個人身材還不一樣 對 所以你也會特別注意 或是說 怎麼樣的衣服會適合你 因為我是注意 就是因為我個人個子很小 所以要比例真的很重要 那我的話 流行很長的裙子 但是我沒辦法 有時候沒辦法 穿那個流行的尺寸 我可能要短一點 或者是要 長的話就更長 就是長一點 長到低這樣 對 長到低 不能就是膝蓋這樣子 這樣的話我是 腿看起來好短 然後有比例不對 所以流行的東西要 還是要自己的身材要考慮好 對 然後還有自己 就是要勇敢一點 有時候搭這個是 會不會奇怪 但是勇敢一點 這樣搭起來的話 好看 然後就是會有新的發現 跟帥氣的那種 態度 對 勇敢一點去嘗試 對 其實也是要多看一些 流行的雜誌或是電視 要不然真的有時候太大膽 那個搭配會嚇到人 要有看我的節目就對了 所以真的搭配有時候 真的還是要多看一些節目上搭配 還有多逛街 多逛街 然後多看節目之後 你就知道說我掌握什麼重點 買什麼樣衣服 對 所以這個新節目 可不可以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 真的 這個節目大家一起可以 學一些衣服 化妝 還有吃的 吃的 吃的也有 這個也有 對 對 還有所以 在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 晚上十一點半到十一點半 就是看我們的八點檔 好 八點檔之後 記得就要看這個 流行新勢力 是不是 好 那我們期待的是從 十一月二十八號 沒錯 大家請客 好 首播 好 先祝我們的收視長紅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